原理實驗是胡哥來測試 遠距醫療越來越發達了 靠著我手上這個心臟的節律器 就可以掌握到 心臟的跳動次數 把這數據傳輸到醫院 醫院就可以了解您 心臟是否跳動正常了 怎麼執行呢 跟著我一塊去了解 江準 我們怎麼樣 靠著這個心臟節律器 做一個遠距的醫療 了解一下奶奶心跳的是否正常 它是病患 就是因為有心律不整嚴重 所以我們才會放節律器 節律器裡面就有一塊晶片 它可以記入他病人這幾個月 甚至幾年的所有的一些數據 所有的資料都在他的晶片裡面 我們怎麼檢查 就像這一個我們一個感應器 這一個感應的裝置 我們就放在節律器的皮膚上面 我們不用到體內去 只要放在皮膚上面 像我們這樣病人 所以就把奶奶這些時間 裡面的心跳的數據全部傳輸 是 全部都傳輸出來 我們就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心跳的狀況 它這個電線的情形 有沒有什麼異常 然後有沒有什麼心律不整的情形 在家裡我們就放在這上面 它就開始在感應了 我們就下載我們這個節律器裡面的 所有的數據 好 100%了 我們所有數據都傳輸過去了 所以我們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所以剛剛奶奶 遠距的資料是不是也傳過來了 病患奶奶她從另外一個地方 她傳我們接收的接收器 然後透過網路傳到我們醫院來 然後傳到這個電腦的中 那個網路的畫面裡面 我們把她這是今天的日期 跟目前她傳輸的時間點開來 整個數據都在這個地方 包括她心臟的電線的情形 還有心律不整的情形 好 各位觀眾 我手上拿的 就是心音檢測儀 現在做的是心音檢測 主任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心音檢測儀 到底怎麼使用 它跟它原理 我們把它貼在病人的胸前 剛好在沿著這個 我們傳統心電圖的位置 然後我們來偵測 由這兩個檢測就可以聽得 它就可以感應得到心臟開關 它那個心音的位置 同時因為有兩點的方式 它也可以偵測到心電圖 我們可以從心電圖跟心音的 那個聲音的位置 我們去分析它相關的 臨床的意義 所以以往用聽診器 聽不出來這樣的意義是不是 因為傳統的聽診器 因為畢竟人的 它對於聲音的頻率跟大小 會第一個會因人而異 第二個就是我們人 還是有它的極限性 它的極限性 有些地方聽得不是很清楚 還有它的間隔 每個長或短會因人而異 它那個主觀意識判斷 所以有些診斷並不是那麼精確 它是用無線傳輸的對不對 對 我們才可以做一些 遠距的傳輸 給觀眾 透過這個心音檢測儀 還有這個傳輸盒 民眾在家裡就可以自己 來監測自己的心音的 DATA數據 然後把這數據 及時的傳到醫院 醫院就可以做出證券判斷 病患在家裡的時候 傳輸 我們用那個傳輸接收器 透過網路傳到醫院端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數據 EMAT的這個數據 如果它這個有心臟 它有正常是小於15 如果今天它忽然大於15以上 我們就知道它心臟的功能 有變差了 或者有可能會飢積水 或者是心臟引起的一些變化 心情的時候 表示我們可以也是提早 通知病患 趕快到醫院來就診 低觀眾 好 這是心音檢測儀 這是節律器 透過了這兩個儀器 就可以讓醫院 透過遠距離醫療的方式 來掌握您心臟是否異常了 現在我們的醫療是 預防勝於治療 治療勝於復健 我們現在透過這個遠距離醫療 把這個預防的醫學的工作 做到家裡面 能夠確保病患 跟我們人類的未來 大家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幸福 好 原理實驗室 我們測試完成 非常幸福 Arkóm 想不上 太陽 太陽 太陽